《极静》是一切故事的开端 关于太平山的故事 要由一颗安静的石头来弹起 十年前 这颗来自台湾的石头 被寄到美国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里 并放置在一个称之为一平方英寸的极静的地方 两个月后 这颗石头又被寄回到台湾 并来到太平山上 花了六年的时间 走出了一条极静山景 跟到了2022年的7月18日 成为被国际组织 Quiet Park International 所正式认证的 全世界第一条宁静步道 多年来 云雾来去 透过雨水 苔藓 檜木 所环绕的湖畔 总有一种难以言语的魔力 让许多能量 能够在此汇集 许多年前 这里曾是泰雅族人的猎场 也曾经是三大林场 运送木材的车道 如今 则是许多游客 来此享受森林域的步道 翠峰湖畔的环山步道 见证了人类面对山林记忆的 集体缩影 但是 这一次 我们选择安静下来 好好聆听 森林正在对我们说话 在森林里 每一棵树 看似各自独立的存在 但事实上 没有一棵树 是单独活着的 我们所听到的声音 绝不只是一棵树的声音 有风 有雨 有虫鸣鸟叫 有着万物的声音 为它伴奏 而极尽 也不是无声 而是万物皆备的状态 创造出更多宁静步道 不但对人类重要 对生活在森林的动物 更重要 它们需要安静的环境 来进行彼此的交流 与繁衍 让生命得以存续下去 在宁静中 学会倾听 传承智慧 为爱疏导 太平山的宁静步道 将是未来无数宁静步道 串联的起点 也是人类转换 自我意识的重要关键 我们终将明白 原来 寂静 是唤醒灵魂的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